韓國大型頒獎典禮MAMA即將舉行 不少韓國藝人及組合 這天都先後來到香港做準備 剛剛在MAMA日本獲得全場最高榮耀大獎的 韓國人氣天團BTS 狂彈少年團 就在凌晨時分底說 雖然氣溫只有13度 但仍然吸引大批粉絲來接機 幾位成員一出現 就已經搞到在場粉絲歡呼尖叫 而政國還親民地向粉絲揮手 哄到粉絲不知多興奮 和BTS一起下機的還有Wanna1 成員雖然戴著口罩 但也很有禮貌地跟粉絲揮手打招呼 接著出場的還有為頒獎禮 擔任主持的宋仲基 Obam不單以真面目示人 還親切地跟粉絲傳媒打完招呼才上車 而God7的四位成員BangBang、Mark、Jackson 還有榮載 還有一直都沒有公布會現身媽媽的TWICE 八位成員都先後步出機場 雖然他們看起來有點累 但都很樂意地跟現場粉絲揮手 而即將擔任嘉賓的Michael Jackson妹妹 Janette Jackson 亦都是工作人員的陪同下 步出接機大堂 上車之後都有拉低車窗和傳媒揮手 非常親民 在那邊